为什么现在澳洲疫情在继续加剧 但是房价并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意思呢 如果你现在想进入房市 是否就买在了糕点被割韭菜呢 大家好 我是澳洲小帅 2021年下半年房市会怎么走 可能是很多小伙伴关心的话题 有很多人说房价上涨 就是因为低利率造成的 这样说对吗 不全对 如果你也以为低利率 是造成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那你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 那日本都负利率了 为什么房价也还是不混不活呢 那今天我就带你来分析一下 澳洲房产下半年的走势 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火 是否还能继续火下去 这期视频的内容非常重要 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找背后的数据 如果你一遍消耗不了没有关系 多看几遍 搞明白了我今天讲的内容 你就搞明白了 投资澳洲房地产背后的本质 其实房价的增长 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个 那不管怎么样 归根结底 还是供需关系的一个不平衡 打个比方吧 假设现在有100套房子 但是有110座买家想要买房 大家都在房市里面 竞争这100套房子 那么这100套房子只会卖给110 套买家里面其中出价最高的100 组 这个很好理解对吧 如果现在是有100套房子 但是只有80套买家 那么即使有些的房子它再怎么好 也有可能卖不出去 因为买家的选择比较多 所以买家是有可能在不同的房子里面去做一个比较 然后选择他觉得最合适的一套房子 然后给出一个他认为合理的价格 因此在这100套房子里面 可能不是每一套房子都能卖得出一个很好的价格 甚至有些的房东为了出售自己的房子 而不得不打折出售 当然从整体上来看 100套房子出售只有80座买家 这是一个全局来看供大预求的市场 但是不代表在局部没有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 比如说这100套房子里面 只有一套带水井 但是有10组买家都想买到水井房 那么这10组买家就会为了这一套水井房拼命的加价 然后只有出价最高的那一组买家 才能拿到这一套水井房 因为它是最稀缺的一个资源 那当然了 这也会导致剩下的99套房子 只有剩下的79组买家的竞争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局部的供不应求 会导致剩下的房子更大的供过欲求 所以这个现象也会部分的解释 为什么悉尼默本等城市 城中心的公寓现在无人问津 根本卖不起价格 也租不到好的价格 而城外的别墅和生活方式好的房子 现在是供不应求 房价节节攀升 好的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基本原理以后 我们会从宏观经济 市场驱动力 家庭和个人的消费观的改变 投资者的加入 以及金融 这五个方面给大家解释房价背后的驱动因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宏观方面 去年也就是2020年5月份的时候 澳洲央行RBA给出的经济预测是 澳洲的GDP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 会下跌8% 在2020年底的时候再下跌6% 并且预测在2021年6月份的时候 GDP会反弹6% 而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GDP会继续的上涨5%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 去年6月份的时候只下滑了6.3% 没有8%那么严重 而去年年底的时候下滑了4% 也没有想象的6%那么严重 而到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 实际的GDP增幅是9.5% 远远好于预期的6%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 比去年央行预期的表现要好的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 并没有感觉到现在经济有多么的糟糕 只是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另外一个就是澳洲的失业率 去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财务部给出的预测是澳洲的失业率 将在6月份的时候达到10% 然而实际情况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 澳洲的失业率确实在疫情爆发之后 有一个快速的上升 但是迅速的就被控制下来了 而根据彭博社最新的报道 澳洲7月份的失业率目前是10年以来的最低 只有4.9% 澳洲的就业率上升这么猛 其中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国际勞工的短缺 我们从这张图上就可以看出 澳洲的非居民就业人数急剧下降 这里的非居民其实就是指了临时居民 比如说打工度假签证之类的人 他们短期来到澳洲工作 他们因为疫情现在的人数下降了 所以他们的工作肯定得有人补上才行 这也直接导致了澳洲本地的就业率上升 而在澳洲的出口方面 国际上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国家的产业 比如说物流行业 资云开采行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而澳洲的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西的铁矿 因为巴西的疫情 让他们的铁矿几乎已经停产停工了 而澳洲的铁矿依然继续在开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铁矿的价格 从2020年代大约每吨80美元 到了今年最高的时候 达到每吨超过220美元 那现在虽然跌到了接近每吨140美元 但是因为澳币的走弱 所以每吨铁矿所能产生的利润 其实并没有减少太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右上角的图 虽然中澳出现贸易的摩擦 澳洲对中国的出口货物总量是在减少的 但是由于铁矿的加持 澳洲对中国的贸易总出口额 还是在不断的创造新高 我之前在铁矿行业工作过 所以我很明白每吨铁矿的成本价格是多少 所以说澳洲的铁矿是一个印钞机 一点都不为过 因此在这两年 这些资源行业给澳洲的经济注入了不少的活力 也可能是让澳洲的经济表现 超过预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我们就要提一下澳洲政府的各种经济刺激了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印钱放水或者量化宽松 那也有人叫做大撒币 我相信这个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 比如说去年到今年给找工作的人发的Jobseeker 给公司发的Jobkeeper 然后给中小企业发的其他的补贴 给房东的税务减免 以及给首次之夜的建房补贴 还有一些基础建设快速的上马 这也让很多的技术工人保住了工作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 澳洲的基建从今年开始有大量的投入 这又进一步的会带来工作机会和经济刺激 然后最近新州和维州政府 因为新一波的疫情又在给中小企业发补贴 而政府依旧在鼓励首次之夜者进入房市 所以又有更多的钱进入了市场 那后果你懂的 其实每一次首次之夜被鼓励进入房市的时候 都会迎来一波房价的上涨 上一次是在08年进入危机以后 澳洲政府引入了首次之夜津贴 所以澳洲的房价在进入危机之后 表现得非常的稳定 而且着步上涨 最近的这一次情况就和08年的那次很像 政府又大面积的补贴首次之夜 让他们进入房市 刺激整个房地产产业的繁荣 为什么每次首次之夜 大面积进入房市的时候 就会带来一波房价的上涨呢 其实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首次之夜买房的时候 他们会推高对建筑的需求 所以建筑商那边也会涨价 而如果他们从市场上买现房的话 卖给他们现房的人 一般都是升级自助买家 那这些升级的自助买家 他们卖了自己的自助房以后 肯定又要重新去进入市场 来买一个升级的自助房 这又会带来下一波的房产交易 因此促进了更多的房产活跃度和交易量 说完了宏观的 我们来说一下澳洲的房产市场的一些推动因素 这个主要的构成就是人口的流动 销售的数据以及建筑的成本 先说一下人口的流动 因为疫情的原因 澳大利亚国民已经关闭了 现在只有澳洲的永久居民和澳洲公民 才有可能入境澳洲 很多的游客 打工度假签的持有者 以及学生签的持有者等等都进不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些临时居民常居住的地方 比如说细腻或者墨本的CBD的公寓 价格就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但是让人意外 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量的澳洲海外居民 因为疫情的原因回到了澳洲 而且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计划永久就待到澳洲 这又进一步的增强了 那些符合澳洲人生活需求的房子的需求量增加 另外在销售数据方面 目前澳洲的房产正在出售的数量 比过去五年平均值要少了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以前每年有100套房子出售 今年只有75套 但是买家的需求并没有因此减少 反倒因为一个原因而有所增加 我一会儿说家庭和个人的时候会详细解释到 为什么我说买家的需求并没有降低呢 因为目前房屋挂售的数量 也就是说 房东愿意卖房的数量 比过去五年平均值是要高出10%的 而挂在市场上出售的房子 却比五年的平均值要少25% 那这一进一出 就相当于大约有40%左右的空缺 那光看这个数字 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换一种说法你就明白了 也就是说 在以前的情况 每季度新挂出来的房源 大概有100套 然后有大概100套会被买走 所以房产市场上 随时都会有100套左右的房源在出售 但是最近的一年 每个季度挂出来有110套 但是却被买家买走了135套 所以市场上的存量只有75套房子在跨外出售 所以最近去上过拍场或者和中队有谈过的买家 应该非常的有体会 现在的房子是多么的抢手 除了二手房市场火热以外 新房市场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也就是建筑成本的显著上涨 包括木材水泥钢材这些价格都有一个明显的上涨 最要命的是澳洲的人工也在上涨 现在建房子码一块砖就要差不多3奥币 是的你没有听错 就从地上捡起一块砖 然后和这么一点水泥 然后往墙上这么一码 3奥币就到手了 而且两年前码一块砖的价格 差不多就是2奥币左右 材料的上涨主要是来自于国际疫情控制的不好 导致了进口的原材料断供 价格自然会上涨 再加上国际物流行业的一个影响 导致了这些材料的到货速度也会明显泛慢 然后劳工的成本的上涨 主要是因为现在海外的工作人员进不来 当地的劳工确实不够用 前面讲失业率的时候也已经讲到了 再加上前一阵子 政府对首次之业有进行大量的新房补贴 导致了很多的买家都集中在那个时间段 买了很多的新建房 瞬间增加了极大的建筑需求 其实公寓的建筑成本也是有增加的 也在上涨 一个是受现在大环境的影响 和别墅的建筑成本上涨的原因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澳洲现在对公寓的建筑质量 加强了监管 增加了很多的审核的流程 主要是为了避免之前公寓质量问题再次发生 因此我们可以预测 在将来开发商在建楼的时候 成本也会增加一大块 而且这些成本最终也会转嫁到买家身上 也就是说 公寓的价格将来也可能会上涨 那当然了 因为现在还有大量的公寓 因为国门还没有开放 所以暂时公寓还很难缓过进来 所以如果你能找到一些稀缺性的供应户型的话 也是有可能会减到漏的 那说完了市场的驱动力 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和个人的消费观的改变 那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澳大利亚人都没有办法去出门远行 甚至都没有办法出家门 所以之前每年可能都要花很多的钱去买车 去消费去旅行 那现在呢 这些钱基本上都省下来了 从这张图谋可以看到 澳洲人的储蓄率从新冠爆发开始的时候呢 就逐渐提高 现在是一直创造新的高度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的数据显示 澳洲人在2020年存下来的钱 总共超过了1400亿澳币 而在2021年第一个季度 这个存款的总额就又上升到2000亿澳币 那省下来了又没有地方花 那该怎么办呢 你答对了 买房呗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为什么现在买家的需求非常强劲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众所周知 大多数的西方人都不太爱存钱 但是这两年却强迫他们储蓄了一大笔钱 所以他们买房的计划就可以提前了 或者他们买房的预算可以提高了 因为首付变多了嘛 那另外一点呢 因为现在的连续不断的封城 导致了很多澳洲人开始重新思考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之前呢 因为大部分的工作机会都是在CBD或者附近 所以大家都想住的离CBD近一点的地方 即使房子小一点也无所谓 因为周边还有很多的配套的便利设施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很多时候呢 都需要在家里办公 甚至要在家里隔离 小孩子也需要在家里学习或者娱乐 无法出门活动 所以有一个活动空间大的房子 就显得非常的有必要 因此你可以看到 现在有些的中介在卖房的时候 他把书房已经不叫做书房了 而是叫做zoom room 也就是开视频会议的房间 那在城市中心的这些小房子呢 原本就因为短期居民的离开和无法入境 需求量就受到了影响 那现在又由于很多的澳洲人 都想去城外选择一个大房子 有后院的房子 所以城中心的这些房子的需求呢 就更加的萎靡 而城周边的这些别墅啊 甚至首府外围的城镇的需求量呢 却出现了一个暴增 空置率也迅速的下降 很多地方的空置率都不到1% 再加上现在大家很多时候 都可以在家里上班 不用去考虑通勤的时间 所以很多的时候 是考虑自己住的这个房子 周边的这个环境是否优美 这个房子本身是否舒适 所以离城中心很远的别墅 因为环境优美 需求量也有一个暴增 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涨幅 然后正当自助买家 在房市里面杀得火热的时候呢 投资买家也杀进来了 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从5月份左右 自助买家的申请贷款的比例 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下降 这也意味着 投资买家申请贷款的比例 开始显著的上升 也就是说 以前买房 你只需要跟其他的自助买家一起竞争 现在你不仅要和自助买家竞争 还要和投资买家竞争 除此之外 由于澳洲的疫情控制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在西方国家里面 都是做得最好的之一了 因此澳洲现在依然是 海外人士资产配置的首选目的之一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25年 除了在2005年的时候 澳洲的海外投资有净流出 其他的年份都是净流入 这也是说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的钱进到了澳洲 那这自然也会推高澳洲当地的资产价格 再加上现在澳币对美元的实际价格 也低于澳币的估价10%左右 这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导致海外投资人 购买澳币资产 因为澳币资产对他们来讲是相对便宜的 那说完了投资者的加入 我们最后来说说金融方面 现在全球各个政府都在不停的放水 所以大家现在都知道现金会贬值 因此都在想办法的去购买各种资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的各类的资产的价格 包括股票 包括地产 价格都在不停的上涨 这是一种避险情绪的反应 所以澳洲的资产价格上涨也不例外 那最后我想说一下这个低利率 很多的专家在说澳洲的房价上涨的时候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低利率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就像我在最开始说的 日本也是低利率 甚至都已经是负利率了 但是日本的房价却不怎么涨 我个人觉得低利率只是一个润滑剂 如果现在供应关系摆在那里 是一个供不应修的市场 那么低利率只会导致这个情况加剧 比如说在一个不是低利率的情况下 现在是个供不应修的市场 那么买家可能会出100块钱来买这个房子 但是因为现在是低利率 那么他就有可能出120块钱来买这个房子 因为他的成本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供过于求的市场 那么即使是低利率 这个买家也不会去冲动的花更多的钱来购买 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这是一个供大于求的市场 也就是我最开始说的 有100道房子 只有80座买家 那么这个买家他在买一个房子的时候 如果他能80块钱拿下这个房子 那么现在即使利率很低了 他也可能不愿意拿90块钱来买这个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供过于求的一个房子 他有很多的选择 他没有必要一定要买它 所以如果他能80块钱买的话 他绝对不愿意90块钱去买的 他留下来的10块钱 那干点啥不好呢 所以总结一下我今天的分析 由于宏观的原因 让澳洲的经济是好于预期的 再加上政府的大面积的补贴和放水 让整个澳洲的经济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环境 再加上海外澳洲人的回归 买房需求的增加和建筑成本的增加 都推动了让房地产市场变成一个供不应求的关系 而疫情的原因 让很多的家庭都重新的损失了他们对房子的需求 因此现在在城中心外围的别墅 和首府外围城镇的房子 尤其是那些带院子的和生活方式比较好的房子 都受到了澳洲买家的追捧 而由于投资人的加入 又给这场游戏火上浇油 再加上全球政府都在大放水 所以对大家来讲 避险情绪都非常的高 因此也导致了各类资产的价格都在上涨 因为不少的钱 最后都没有进到实际经济里面去 因为大家对将来的市场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都进了股市和房市 最后由于低利率的环境 又让买家能负担起更高的价格 因此原本可能只涨10%的价格 但是现在由于低利率的加持 涨幅可能就会是15%甚至更多 因此著名的澳洲地产调研机构 Horsporting的创始人Terry Ryder说 澳洲现在是20年才有一次的全面牛市 作为一个买家 你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当然了 这次这么长的疫情 可能会又导致短期的失业率上升 消费水平下降 但是政府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放水 联邦银行的数据显示 澳洲政府原本在今年第二季度 每个星期的量化宽松 是50亿澳币左右 但是因为经济的好转 所以每周只放水了40亿澳币 但是现在因为封城 澳洲完全可以把之前没有放出来的 每周10澳币的余额 继续的投入到市场来刺激经济 但是现在是一个涨潮的时候 你买什么房子可能都不会亏 因为现在现金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资产都跟着水涨船高 但是就像巴菲特所说的 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有 因为加息的那天总会到来的 公不应求的市场也不会一直像现在这样存在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希望地产能够长期的给你的家庭 带来增值和财富 那么在澳洲这15000多个小区里面 挑选出值得长期投资的区域 就选得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在准备一门 澳洲地产私教课 帮助在澳洲买房的小伙伴 迅速的了解澳洲的市场 获得我10年的买房经验总结 帮你规避掉很多投资的坑 并且我会告诉你 如何通过一系列标准 选到合适的投资房 另外在视频的最后 我还会送给大家一个免费的福利 如果你现在正在买房 别忘了下载我为你准备的 16月的地产报告 这份报告会告诉你 澳大利亚每个州去年表现最好的 10个区域都在哪里 包括房价的涨幅 租金的涨幅和租金的回报率 让数据成为你投资的有利工具 并且我现在正在更新最新的数据 你现在下载了以后 等我的新报告准备好了 我会把最新的报告链接 第一时间发送给你 报告和各式链接 都在视频的描述栏可以找到 如果你是在YouTube之外的平台 请到相关的平台的主页 找到二维码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请点赞留言收藏和转发 第一次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也千万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以后精彩的视频了 我是澳洲小帅 带你用商业思维 重新理解澳洲地产 职场和创业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